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季度说究,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关注一下辽宁南南和浙江的这场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 最终辽宁队再一次在课场拿到了比赛的胜利,连续两个课场都英雄,而且这第二个课场还是一场大胜 这样的比赛情况,相信在总决赛之前大家是没有预料到的 毕竟浙江对本赛季的表现非常出色,很多年轻球员得到了极大的成长 他们又是常规赛冠军,而辽宁这边的话呢,最大的核心郭艾伦又赛季缺阵 打到现在为止总决赛还没有打过任何一场比赛,那这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此交彼爪的过程 所以说大家还是比较的看好浙江能够给辽宁制造一些麻烦的,哪怕说最终没有能够夺的冠军 但是辽宁队可能也要在浙江身上吃些苦头才能夺冠,不会像上个赛季的总决赛那样那么的轻松 但现在打下来看啊,其实啊,这个轻松程度和上个赛季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应该说在拿下两个课程之后,大概率辽宁会在自己的沈阳主场下一场比赛最快赢来一个加冕 再次实现横扫夺冠,那姚明的话也有可能会率领辽宁队创造俱乐部的历史啊 第一次能够真正的未免拿到CBA的总冠军啊 这个是辽宁队历史上还没有能够做到过的 那么纵观这第二场比赛,我觉得有三名球员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当然首先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赵继伟 甚至很多人认为赵继伟是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但是我想说继伟尤其是上本城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但是如果真的要评选最佳的话,或许并不是他 而除了赵继伟之外,两名球员的表现也非常出色 分别是外援福格和老江李小旭 这三名球员成为了本场比赛,辽宁队能够大胜的一个根源 赵继伟就不用说了,那么他在本场比赛出场时间最长 几乎没怎么休息,打了42分钟 那么尤其是上半场比赛,多个不讲理的三分球 帮助球队在半场比赛建立起一个非常大的领先优势 那这也让辽宁队在下半场能够去稳住局势最终大胜 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但我认为赵继伟并不是这场比赛比赛最好的学员 最好的学员应该是外援福格 其实福格这场比赛的得分要比赵继伟更高,效率也更高 外线六次出手,命中了四球 整场比赛受限于外援政策仅仅打了24分钟的情况下 却高效的拿下了25分 而且他在上场的时候不仅仅是进攻当中 那么在防守当中,他很多时候都是要对位对手的外援 包括是吴钱这样的核心球员的 那他做的依然是非常的出色 而且上来之后他是完全不需要去找手感的 从上场那一刻开始,他的手感就非常的火热 特别是在对手采用131联防的时候 那辽宁队的底角打不进三分的时候 福格在45度角的这种不讲理的三分球 也会动摇浙江队他整个的一个防守的信心 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福格才应该是最佳球员 他的表现可以说是更加出色的 最后就是老将李小旭了 或许在进攻端,他不像两名后卫那样炸眼 但关键是李小旭的篮板球真的是太出色了 本场比赛又抢下了15个篮板球 特别是有7个前场篮板球 这个对于辽宁队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这场比赛辽宁队的三分球命中率并不比浙江队高出多少 外线之所以能够拿下那么多的分数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李小旭这个前场篮板球太厉害了 我外线的射手就是敢投 因为有二哥在里边给我抢篮板 对吧 30多岁的高龄还能够在总决赛这样的顶级舞台上 拿下15个篮板球 这种表现真的是想象不到 他是一个经历多次大伤之后迎来付出的球员 可以说他的这种职业态度包括在赛场上对于辽宁队的贡献 真的是太重要了 他顺便想象到我们以下